另外来看到是东北角龙洞的风狗浪 所造成八人丧生的悲剧 那么东北角风管处处长第一时间却说只负起道义上的责任 那么交通部次长呢 陈陈静哦礼拜一的时候出面缓夹 但是大家也发现啦 他怎么满脸都是笑意啊 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在回答问题哦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 也让死者家属无法接受 风狗浪夺走八条宝贵人命家属 承受不了打击再多眼泪也难以化解罪行之痛 但需求都不次长上镜头 却嘴角上扬满脸笑意 他的意思不仅仅是这样啦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是我们政委的责任 风狗浪八死旧折风管处处长一句承担道义责任 让死者亲友痛上加痛 头顶上是出面缓夹 受访整整三分钟一派轻松 如此离谱官僚从头校到尾立委也看不下去 怎么可以说只有道义上的责任 来轻描淡邪来敷衍了事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政府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府是可以解散可以下台的 尽管许正隆自行处分 官方局长也承诺负起责任 但官僚太冷漠缺乏同理心 不只让受害家属二度伤害 更让政府形象又被扣分 记得郭先生欢迎参谱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